以前我們都在憲兵部隊待過 憲兵的指輔當作戰的科長 在科長階段我們就退役回來 從事家業 傳承我們的醬油的事業 醬油其實是在我們台灣的飲食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配品 美東醬油大概算是比較傳統式的做法 我們就是從豆子開始來做浸泡 之後我們就是來做一個蒸煮的動作 成熟完之後我們就是開始來做自取 自取到發酵室裡面做發酵 發酵完了一週之後 我們原則上就會進入我們的胱根裡面 做二次的發酵 放在缸裡面我們大概維持一年到一年半的 二次發酵時間 然後完成熟成之後 我們再會把它取出來 加水稀釋、過濾、沉澱 再把它殺菌完之後裝平 然後就變成平 醬油製作來講 其實比較艱難的部分 應該是在發酵的一個七天的階段 那反觀來講 我們就會回想到 當年我們在作戰的一個演習裡面 也是七天 所以我們在做發酵的時候 從第一天開始自取的時候 幾乎大概一兩小時我們要去觀察它 它的溫度的調整 做散熱動作 或是說做翻局動作 這個工作沒有分白天跟黑夜 回想起來說在部隊裡面 其實演習也是這樣子 它沒有分白天跟週夜 所以它在演習階段的時候 大家是戰戰進進 回程到我們在做醬油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樣 七天裡面 對我們整個醬油的工序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它完成了這個工序之外 等於是醬油成敗了一半以上 所以這我覺得是最相似的 傳承家業其實在一路過程當中 我們感謝部隊長官給我們的指導跟教育 這些年來一些對事情重要 就是執行任務的一個堅持 達成任務的能力 那對我們現在要做醬油來講 其實更是這樣子 因為在部隊裡面 磨練出你要自我要求 到了家庭之後 你會對自己做的每件事情 都會非常的嚴謹 這也是感謝部隊 一直來國家給我們的栽培跟指教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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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